回家睡觉喽 嘿嘿 奥特曼终于回到卡片里了 这天我等太久了 看我不把你们都封印在卡片里面 黑魔法黑魔法变 嘿嘿 这样你们就出不来了 我可真聪明 孩子们孩子们快出来 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 哎 怪怪兽 你怎么在这呀 你看 这有这么多奥特曼 你还不赶紧走 嘿嘿 现在我就在这 因为奥特曼已经被我封印在卡片里面了 他们永远都出不来了 不可能 这是奥特曼的家 他一定会出来的 是吗 你要是不幸 这样你可以教教他们呀 奥特曼奥特曼 快出来呀 这里出现了怪兽 哎 没出来 哈哈 我没骗你吧 现在没有奥特曼 我想做怪事就做怪事 我想干嘛就干嘛 怪兽 我告诉你 奥特曼 你还会再出来的 嗯 不可能 没有小红星 他是出不来的 哎呀 这怎么说漏嘴了呀 原来是小红星 有没有钱的小朋友呢 你们可不可以送给奥特曼 一颗小红星呢 这样奥特曼就可以出来了 眼镜哥 你饿不饿呀 我好饿呀 你看 我嘴里面都没有帮帮糖了 哎呀 你看我也没有帮帮糖了 哎呀 这个刻怎么办呀 要是有人跟我们送点帮帮糖就好了 哎 眼镜哥 眼镜妹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无尽打采的 嘿嘿 是白雪呀 我们两个好几天没吃帮帮糖了 好饿呀 哦 原来是没东西吃呀 别伤心 你看 我这正好带两个帮帮糖的 大家看 这两个帮帮糖 你们喜不喜欢呀 我呢 先给眼镜妹 一个帮帮糖 然后呀 再给眼镜哥一个帮帮糖 这下 你们就不用饿肚子了 赶快吃吧 哇 白雪 真是太好了 你真是太善良了呀 对呀 对呀 你真是太好了白雪 哎呀 这没啥事的 我最近在花牙 就不能吃帮帮糖了 那我不吃 就肯定得送给你们呀 逼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给善良的公子 点个小光行为观众吗 逼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白雪姐姐呀 喜欢的话 就评论666吧 今天周一出差回来了 好想吃猪妈妈做的饭菜呢 我的孩子们 看见我肯定很兴奋的 周妈妈 孩子们 回来了 哎 你们怎么没有等我就先吃饭了呢 周妈妈 周妈妈 我过来吃饭了 哎 你是谁呀 你怎么长成我的样子呀 我是猪爸爸呀 哎 你是猪爸爸 那我是谁呢 周妈妈 这是怎么回事呀 什么怎么回事呀 他是猪爸爸呀 不对不对 明明我才是猪爸爸呀 佩奇乔治 我是爸爸呀 你才不是我的爸爸呢 他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呀 对我可好了呢 每天都福到我做作业 还到我儿 对呀对呀 这才是孩子们的猪爸爸 每次做饭西饭 都是他在做呢 所以呀 他是我们的猪爸爸 哎 不对不对 我才是猪爸爸 这些的我都可以做 我才是猪爸爸 嗯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保证 哎呀呀 花仙子 可真是谢谢你了 你快变回来了 嗯 原来 原来你们是在演戏呀 对呀对呀 谁让你平时回来 吃完饭就走 对孩子们也不关心 所以呀 我和花仙子就演了这一出 哦 原来是这样呀 我保证以后啊 我会好好辅导孩子们 然后平时也和他们多玩一玩 今天是周末 猪爸爸呀 就带你们到森林里面新开的这个摩天轮来试一试 你们高兴吗 哇 爸爸 这个摩天轮看起来好壮观呀 爸爸爸爸 我想去试试这个摩天轮 我想去做 想做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首先要答应爸爸一个要求 就是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好不好 好的爸爸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注意好自己的安全 并且听你的安排的 我今天呢 穿的是粉红色的小裙子 那我就坐这个粉红色的车吧 哦 我坐进来咯 坐好咯 嗯 佩奇姐姐都坐好了 那我也要赶紧选一个坐 我今天要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那我就选这个蓝色的车吧 这样的话 我还坐在了佩奇姐姐的对面 我们呀 还可以互相看看对方 诶 他们都坐上去有一会儿了 这个车为什么还不动呢 是不是这个车坏了呀 不对呀 这个明明是新开放的 怎么就坏了呢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呀 猪爸爸猪爸爸 这个呀 是我们童话森林新引进的摩天轮 他呀 是需要小红星才可以启动的 可是 你一定没有小红星吧 这样的话 可能佩奇和乔治都坐不了摩天轮了 啊 不行不行 我都答应他们两个了 这种事情 怎么能够又反悔呢 小朋友们 我知道 你们是很厉害的 你们手中有很多小红星 这些小红星呢 就可以让这些摩天轮重新动起来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点一个小红星 给佩奇和乔治呀 让他们也坐坐摩天轮吧 妈妈今天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们 啊 妈妈 有礼物 是什么礼物呀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来 这个红色的给佩奇 这个黑色的呀 就给乔治 谢谢妈妈 好了 孩子们 当你们有危险的时候 他就可以帮助你们 好了 你们可以带着他们去玩了 姐姐 有危险的时候会帮助我们 这到底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不管了 给妈妈的 我们再出去玩吧 不好不好 佩奇瞧着 有怪兽 啊 有怪兽 这 这可怎么办呀 佩奇 你放心 我可以保护你 看我变身 佩奇 你放心 我不会让怪兽欺负你的 哇 原来是奥特曼 太好了 哇 姐姐 原来是奥特曼呀 那我这个怎么变不了身呀 瞧着 对不起 我被女巫试了黑魔法 所以暂时变不了身 这可怎么办呀 没有人能保护我 瞧着瞧着 别哭 我听说只要有小红星 我就可以变身成功了 小红星 可是我没有小红星呀 这可怎么办呀 对了 我知道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帮忙我的奥特曼 变身保护我呀 不能再看电视了 赶快来 作业做完 谁先做完呀 这些好吃的帮忙糖 就奖励给他 嗯 那好吧妈妈 那你们赶快做 我等会来检查 你赶快写作业呀 哎呀 这电视还没看完呢 我等会儿写 等会儿写 嗯那好吧 我先去上个厕所哦 哎呀糟糕 作业还没做 咋办呀 妈妈等会儿就要来检查了 哎有了 我把姐姐的作业本上 写上我的名字不就好了吗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嗯 瞧着把作业都做完了 那这些好吃的帮忙糖 就给你吧 啊 弟弟 这明明就是我的作业呀 姐姐 这是我的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那我来问问 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这到底是谁写的作业呀 如果是佩奇写的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是乔治写的 就发送数字666吧 佩奇 佩奇 妈妈有事要出门 你能不能帮助我 照顾一下弟弟呀 没问题 妈妈 你就交给我吧 我刚刚为乔治喝了牛奶 等一会儿如果他哭了 你就给他吃一些好吃的吧 好的妈妈 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 那妈妈走了 你们在家乖乖的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嗯 弟弟现在还在睡觉 那我来做一会儿作业吧 嗯 佩奇佩奇 哎呀 吵着怎么一直在哭呀 嗯 可能是我把他吵醒了吧 嗯 那他会不会是肚子饿了 哦 对对对 那我去给他拿些好吃的 你帮我看着弟弟吧 我马上就回来 我回来了 小杨苏欣 你看这是我给弟弟准备的蛋糕 还有牛奶 还有这个汉堡 这个汉堡是我给你准备的 你快吃吧 没事 那先为你弟弟吃吧 再来一个 看来你的弟弟已经饱了 那我来吃这个汉堡吧 嗯 可真好吃 那我下次再给你做吧 佩奇 妈妈回来了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你看 弟弟已经睡着了 看来你把弟弟照顾的不错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佩奇把弟弟照顾的怎么样呢 你们会给佩奇打多少分呢 无法打怪手去咯 走咯走咯 哎呀 我这肚子这么痛起来了呀 哎呀 不行不行 我得去上厕所去 我呢 先把武器放在这 反正这也没人 赶紧上厕所咯 哎 我刚刚买的玩具 掉哪儿去了呀 哎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哎 这好像是我的玩具武器 对 找到了 找到了 哎 那是我的武器 你还给我 什么呀 这明明是我的玩具武器呀 不对不对 这是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 放在这的呀 不可能不可能 奥特曼哥哥 你肯定认错了 这真的是我的玩具武器呀 不可能不可能 是我的 是我的 哎 奥特曼乔治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这是我的武器 刚刚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放在这的 乔治 说是他的 不对不对 这明明是我的玩具武器呀 这是我乔治的 你们都说是你们的武器 哎 这到底是谁的呀 这附近也没有摄像头 哎 太难了吧 哎 有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武器是奥特曼的话 就发送666 如果武器是小炒制的 就发送小空心哦 奥饼奥饼 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呀 怎么了 上次你说你要叫我画丁老头 你没忘吧 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那我今天就来教你画吧 看 我拿了一个画本 然后我要开始画咯 你要仔细看 看 一个丁老头 欠我两弹球 让他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给个大烧饼 三毛三 一块豆腐六毛六 一串塔护饼七毛七 好了 你看 一老头就画好了 学会了吗 哎呀 我好像还没看明白 要不你再给我画一个吧 好吧好吧 这次 你给你看清楚咯 看 一个丁老头 欠我两弹球 让他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给个大烧饼 三毛三 一块豆腐六毛六 一串塔护饼七毛七 怎么样 会了吧 嗯 差不多差不多 那我来画画吧 一个丁老头 欠我两球 让他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然后给个大烧饼 有三毛三 然后一块豆腐六毛六 一串塔护饼七毛七 欧边欧边 你看 我画的对不对啊 嗯 不错不错 画的还挺好的 这么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哪吒画的好看呢 还是我画的好看呢 给你小呼吸告诉我们吧